这是苗栗铜锣乡西湖村刘氏家族的组措 彭承堂是刘姓的俊望和堂号 那根扁淡后代视为宝物 一百多年间一直供奉在刘家这座祖厅的香岸上 直到1935年苗栗大帝镇后不知所踪 扁淡是来台第一代刘恩宽带过来的 他用这根扁淡创下了西湖刘家的基业 大约在乾隆二十余年间 广东陆丰刘恩宽到了台湾 他已经三十几岁 还是个单身汉 没受过教育 所有的仅是一个农村壮年男性的利器 还有一根扁淡 这些徐仙人都没辛苦 这些人口共啊 有人叫开单啦 没有他就这样起家 我太辛苦了 我跟我 就在这个磁场过去那边 自己搭了一间草寮 在那边进击了 进击下来 草寮就搭在这湾池水边 多年辛劳 靠着一根扁淡 他积攒了约莫一百多元钱 现在他需要有个女人 有个家了 他已经四十二岁 到四十二岁 人生就跟他做 介绍给他的女人 姓陈 年方十八 正值妙龄 刘恩宽大他整整 二十四岁 陈小姐 他也没有嫌他 没有嫌他太老了 太老 后来就结婚了 陈小姐没有嫌弃他年老 但他们的婚姻不被看好 甚至遭到不少人嘲笑 没想到 这对年龄悬殊的老夫少妻 过得很好 便淡挑出了凉田 草寮变成了三合院 一个家一天天兴旺了起来 老夫少妻一起生活了三十八年 刘恩宽 刘恩宽活到八十高寿 晚景和美 儿孙满堂 刘恩宽没有读过书 但后辈给他的画像增添了几份书卷气 事实上 保长了挑担辛苦的刘恩宽 发家之后 一直勉励后背要好好读书 后人也确实争气 简朴的刘家祖辞 因这些后代子孙的灯笼 匾额而夺目耀眼 工科博士 物理博士 化学博士 医学博士 这位医学士赵芳 是刘恩宽的第六代义孙刘赵芳 她是苗栗铜锣的一位名医 铜锣火车站边的这座老建筑 当年是刘赵芳的私人医院和住宅 时光回到1955年 刘赵芳医师遇到一件最烦心的事 她20岁的宝贝女儿刘慧美 从这里出走了 为的是一个男人 而她与这个男人仅仅见面不过4次 相处不到24小时 就凭着100多封来往书信 就让刘慧美擅自定了终身 似乎是当年老祖先刘恩宽 那桩遭人讥笑的婚事轮回重演 刘慧美的婚姻更是饱受非议 刘兆芳甚至要跟女儿断绝妇女关系 因为她嫁的那个男人 不仅一穷二白 而且是个所谓的外省人 那个男人名叫朱熹宁 山东人尚未军官 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渡海来到台湾 从明昌末年开始的移民台湾 骤然间达到规模空前的最高潮 200万人口从大陆一下子涌进了台湾 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后代被称呼为外省人 这个由外省父亲和本省母亲组成的家庭令人羡慕 刘惠美后来成为台湾知名翻译家刘穆莎 朱熹宁是作家 他们的三个女儿朱天文 朱天兴 与朱天一也成为知名作家 对于朱家三姐妹的外公刘兆芳 到第一代过台湾祖先刘恩宽而言 这个结局相当的荣宗耀祖 来台的后裔们 不论辉煌或平凡 往往在祖辞里留下他们对祖先的感恩 祖德东传这类的匾额 在台湾乃至在福建广东的许多家庙 祠堂里多有所见 11岁的公正公到台湾来的时候 是非常艰辛的 他下无寸土 上无骗亡 是到人家家里去当长公 所有的资产全部从这个土地里头长出来 土地长出这片卢州李家大错 大错里后来出了个著名的 台湾抗日英雄李友邦将军 这个林平和随他父亲去台湾 林平和当时才16岁吧 就是一个米商那边做用工 16岁的米店用工 最后造就了著名的板桥林家 更缔造台湾的一个财富传奇 当时林家 像基础的杆杆变味料一后 就造过台湾去发展 于是从福建山区的这间祠堂 最终就衍生出台湾乌丰林家的这片大错 衍生出一个百年文武世家 到清朝末期 明月两省的移民及后裔 约达250万 占当时台湾总人口 95%以上 移民台湾 使他们改变了自身 以及后代子孙的命运 数百万先民 则共同改变了台湾的命运 而台湾也成为他们 世代相守的新故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